大家好,我們是SushiPie 歡迎收看今天本集的桌遊雙周報 接下來的每兩週都會有一集雙周報喔 每次的內容包含桌遊話題以及桌遊焦點 那今天的桌遊話題 我們要跟大家來談談什麼樣的東西呢 那就是桌遊的起源 相信你一定也很好奇 人類史上第一款桌遊到底是誰發明的呢 他們又為什麼要發明桌遊呢 人類與桌遊又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情愛糾葛呢 那就讓我們跟著SushiPie的腳步一起看下去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時候地球才剛形成 地表都是炎熱的岩漿 地表上 什麼? 你說時間太前面了 我們不是Discovery 今天的主題 是桌遊的歷史 好好好 那我們把時間往後挪一點點 西元前三千年 西元前三千年 埃及的人們每天都日復一日 過著無聊的生活 吃完飯要拉 拉完還要撒 撒完又想吃 人生就是吃 辣 撒 慘 直到有一天 一個埃及人終於受不了了 他就問隔壁的人說 欸欸 你會不會覺得很無聊啊 這個時候隔壁的埃及人就跟他說了 原來你也覺得很無聊喔 不然我們一起來玩個桌遊吧 人類史上第一款桌遊 就這麼誕生啦 他的名字叫做賽尼特奇 而英文呢叫做 Jellist 巴 巴 嗯 好的 他怎麼念其實並不重要 反正你們有字幕可以看 自己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個賽尼特奇呢 他在埃及的原文是寫作這個樣子 他叫做 呃 嗯 好 我不會念 我相信你們應該也不會念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 這個遊戲 只要兩個人就可以玩了 什麼 你說你是邊緣人 找不到另外一個人可以跟你一起玩遊戲 沒關係 你可以用自己的左手 跟自己的右手一起玩啊 你一個人就可以同時享受 兩個人玩桌遊的快感 開賺啦 而且這款桌遊 還不是普通的遊戲而已喔 在那個時候的埃及 是只有社會地位高尚的高富帥貴族 才可以玩這款遊戲呢 普通的平民百姓 可是玩不到的喔 什麼 你說你只是一個普通的阿宅 沒關係 你現在只要馬上買一套 一瞬間就可以成為高富帥的貴族啦 太賺啦 而且因為這款桌遊啊 它不僅是一種身份上的象徵 在貴族去世安葬的時候 甚至會被拿來當作陪葬品 放入墓穴之中 它還被埃及人賦予了宗教上的意義 是祭司用來溝通人間與神界的儀式用具 如果你還沒有女朋友 趕快買一組這套桌遊 你就可以直接撥打給月老的客服專線 馬上就可以獲得一個女朋友了耶 實在是太賺啦 接下來要為您播報的是桌遊新聞 桌遊測試年會是桌遊界的一大盛市 今年於2018年3月25日 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中舉辦 當天有許多的桌遊出版社代表 以及資深的設計師來到現場 大家都帶著自己精心製作 尚未上市的遊戲一起來遊玩 希望可以透過桌遊的遊玩過程來交流心得 並且抓出遊戲流程 或者是設定上有問題的地方 藉此讓遊戲更加完美 小平自己又到現場喔 有許多新奇的遊戲讓人耳目一新 就讓小編簡單的介紹幾款遊戲給大家吧 第一款叫做神鬼祕寶 它是一款比賽反應的派對遊戲 我們是一群進到陵幕的探險家 必須觀察牌上的圖騰 做出正確的手勢 就能夠獲得寶藏 非常刺激又好玩呢 第二款叫做反星計畫 它是一款策略遊戲 我們都是太空人 而我們的太空船壞了 得收集各式各樣的資源 修復太空船 才能夠返回星球 利用光影去取得 或是搶奪其他玩家的資源 是一款非常有創意的桌遊呢 最後一個呢 叫做亞當麥來蘭 是一款記憶與反應的遊戲 遊戲設定在世界之初 動物們都還沒有名字 所以我們要來幫他們命名 誰能夠準確記住 玩家們所取出來千變萬化的名字 就能夠獲取高分 成為贏家 好的 以上就是本次 桌遊雙周報的內容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喜歡 如果想收到更多桌遊的資訊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蘇食派桌遊雙周報 我們下下週見 掰掰